那房東就該那個了嗎? 不是 那您買房的時候您要保險 例如天災人禍的時候 那房客要租您房子的時候 一定也要保險 當他有過失要去 就是說前租您房子有過失 去讓您的房子受損害的時候 他的保險公司就會出來做賠償 所以這就是雙保對不對 所以租客人也會比較安心 然後呢保證會社的加入 這又是什麼東西呢 這比較的就是保證人的意思 以前像我們那個年代都要找保證人 現在呢他們因為李布朗 連爸媽都不願意幫小孩做保 很好笑是因為他們覺得出了社會了 就是你們自己的 你們要自己去打理這些 這一點跟其實西方國家還比較接近 那他就會說好我不幫我 那我不保證 在日本沒有保證人是不能租房子的 那他只好找這種保證會社 我們公司超愛這個的 為什麼是 我們就不用追房租 追的那麼辛苦了 因為房客一晚繳租 這個保證會社就會出來幫他帶腳 那帶腳之後呢 我常說他是變相的討債公司 就是由他去追客 我們在那裡